建立一个强大的君主集权制的大帝国 一直是清出各代皇帝的大心愿 这种愿望啊 在陀老茂诺尔哈赤的心里啊 可能还不是很强烈 但是呢 自皇太极以后 顺治 康熙 雍正 都是十分强烈的 走进古迹讲故事 你好 我是昆仑刘石 康熙晚年 众多皇子竞争皇位的故事啊 咱们已经讲了不少了 我算了算啊 咱们大概出了二十多集小片 咱们聊了这么多集的夺迪啊 您想过没有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皇子们争夺皇位的故事 历朝历代都有 但是像这么热闹的少见 这是发生在清朝 皇子们都扎堆在北京城 要是换了其他朝代 这些阿哥们分封在各地 那指不定得打了几回静难了呢 今天咱们这故事啊 可能显得有点杂乱无章 为什么呢 今天咱们不讲一个人一个事 咱们主要啊 要把这个九子夺迪捋一下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皇子们人脑子都打出狗脑子来 这些事到底应该怨个谁 哎 我就这么耿直 就是这么的出人意料 咱们答案直接揭晓啊 这事要我说呀 愿就愿在康熙皇帝身上 咱们要是想把这件事捋清楚了啊 咱就得往前刀 一直刀到哪啊 咱们得从那个顺治驾崩 康熙继位开始聊起 士祖张皇帝驾崩你钱呢 就留下了一份遗诏 这份遗诏里啊 有批评 还有自我批评 还有呢 就是对朝局的分析 再有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宣布一下 这皇位的继承人是谁 当然了 皇位的继承人就是八岁的玄野 后来的康熙皇帝 经后人分析啊 这份遗诏 百分之百的被别人改动过 那么是谁有这么大的胆子 来改皇上的遗诏呢 有啊 皇上他妈呗 对了 我今儿那大伙都熟知的 孝庄文皇后 那么孝庄皇后改了遗诏中哪部分呢 其实这孝庄皇后改动的 就是遗诏当中 加速满洲人汉化的一部分 建立一个强大的 君主集权制的大帝国 一直是清出各代皇帝的大心愿 这种愿望啊 在陀老茂努尔哈赤的心里啊 可能还不是很强烈 但是呢 自皇太极以后 顺治 康熙 雍正 都是十分强烈的 并且在施政纲领上 也是按部就班的 向这个方向去努力 那么说这是好事啊 这孝庄文皇后这么做 那做错了呗 哎不是 因为这孝庄文皇后啊 作为一个女政治家 她敏感的发现啊 自己的儿子 这步子卖大了 咔 容易扯着蛋 这入关以前的满洲人啊 尤其是这奴尔哈赤时期 那帮人就是图了帽 您想啊 他们知道什么叫中央集圈制 什么叫大帝国呀 他们的最大心愿啊 就是建立一个大伙都商量着来的韩国 您瞧那圣经的石王亭了吗 就是现在的沈阳故宫啊 这皇上啊 得跟各旗主王爷一块办公 有什么事呢 咱们得聚个堆 大伙商量商量再办 就连策利储君 这皇上也不能自个拿主意 您瞧啊 这个皇太极 顺治 这不都是商量出来的皇帝吗 可是要这样下去啊 就离他们设想的 这个皇权至上的大帝国呀 那就越来越远了 所以说呢 到了顺治这班上啊 他选皇位继承人 他想钱刚独断一把 可是他妈一看啊 不行 这个满洲的这军功贵族的势力 还是过大 如果这样皇帝钱刚独断的话 那选出来的皇位接门人 那就有可能被这些功勋贵族所不认可 所以说这步子就不能卖得太大的 一步一步慢慢来 这孝庄文皇后就给自己的孙子玄业 选了四位顾命大臣 虽然是这样 但是在挑选辅政大臣的人选上啊 我们也能看出 孝庄文皇后的政策呀 还是往汉家文化上贴近的 您看 他一共有四位辅政大臣 其中有三位都是满洲的功勋贵族 您比如说这个厄比隆 苏格萨哈 还有这个敖拜 但是首辅大臣索尼就不一样了 索尼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满洲功勋贵族 他是大清国的新派大臣 也就是说呀 靠学识和能力做到了一等功 内阁大学士 这索尼啊 不但是首辅大臣这么简单 这孝庄文皇后啊 还给了他们家一个天大的脸 也就是说呢 让他的孙女贺舍李氏成为了皇后 到了康熙这边 这种情绪就更加剧了 这康熙皇帝更想做一个像汉家天子一样的 前纲独断一言九鼎的真命天子 他在自己向这方面努力的同时啊 他还决定他得像汉家天子一样 立个太子 这个皇位的接班人啊 得自个儿说了算 不能再跟你们商量了 那么既然要立太子嘛 就得有两个不可或缺关键的因素 其一呢 您必然呢 得有个儿子 太子嘛 儿子都没有 这太子哪来去呀 这其二呢 就得有个机会 因为这满洲人啊 他没立过太子 要说这第一条啊 他不是个男士 身体棒棒的 有媳妇嘛 他自然就有儿子 他即便是一时没有啊 他也总会有的 其实啊 这会儿啊 康熙皇帝的有儿子 谁呀 就是那个皇长子 印之 小名呢 叫宝青 您别跟我说啊 说这康熙皇帝在这之前 还有其他的儿子 那个早伤了的 死的早的 咱们不提了啊 可惜啊 这康熙也没看上他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是嫡子啊 他是妃子生的 这宝青的亲恶娘啊 是惠妃娘娘 这康熙他就等着呢 等什么呀 等着他那个正宫国母皇后 就是后来说的那个孝成仁皇后 给他生个儿子呢 哎 这个儿子还真来了 就在康熙十三年的5月3日 这孝成仁皇后啊 给康熙皇帝诞下一子 这孩子一出生啊 康熙皇帝就给他起了个小名 叫宝成 他大号啊 大伙都知道 就是后来那个被利了废 废了利 废了再利 利了再费那个皇太子 印仁 策立印仁为太子啊 还真是得需要时机的 哎 您看没有 这第二个机会也来了 印仁的亲恶娘 孝成仁皇后 贺舍礼事 生下一人之后啊 很不幸 产后大出血 撒手仁环去了 迷流之际啊 就跟自己的丈夫说 一定要善待自己的这个儿子 康熙皇帝和孝成仁皇后 少年时就完婚 是爪就是夫妻 感情相当深厚 就在病榻前啊 这康熙皇帝就承诺给了孝成仁皇后 说我要立这个孩子为太子 听了这句话 这孝成仁皇后才安心的闭上眼去了 不但如此啊 这老天爷也眷顾应仁 给这应仁啊 安排了做太子的机会 别说这大清朝了 追溯到他们的老祖 大经国的时候 这帮子人啊 也没有给皇上立太子的规矩 逾猎为生的民族 相信的都是实力 皇上死了以后啊 这帮儿子 那自然是谁胳膊儿粗 谁就能做皇上 早班的立个太子 算怎么当的事啊 这不能负重啊这个 那么皇上家要体现皇权呢 在意识上 就得把这件事啊 给他捋顺咯 掰直咯 皇上家就得立太子 因为这事 他不看哥们哥的粗 他主要是得看天命 得看天意 我们家人能当皇上啊 那是老天爷的意思 跟这个人能力无关啊 这个 当然了 老天爷能看上的人啊 那个人能力 那惹定也是赐不了 那这帮八旗贵宙们不干呢 那广年皇上一家这么说 行啊 那我们原来不是这么干的呀 就是皇上您当时登基 不也是还有四位辅政大臣 保着您的吗 再者说了 您也不是太子出身啊 您也是老皇上临死之前 搬下的遗诏 说把这皇位传给您的呀 就在这个康熙皇帝正犯愁的时候 一群汉人帮了他了 这南方反了乌三贵耿金中尚可喜 康熙皇帝在紧张的安排评判的同时 还得让天下看出来 我们满洲人 我们大清国 也是这华夏的正统 怎么体现呢 我们呀 要像汉家天子一样 立太子 并且呀 要立嫡长子 其实呀 这嫡子就一个 就是这个爱心觉罗应仁 哪分什么长幼不长幼的 于是 就在康熙十四年的六月三日 康熙皇帝召告礼物 帝王 邵姬垂统 长治久安 必见远处 茂龙国本 以免宗赦之行 为臣民之望 镇和天眷诞生嫡子 印人 以及二灵 资者 亲奉太皇太后 皇太后辞命 建楚大典 以即刻举行 今以嫡子应仍 为皇太子 而不详查 应行典礼 选择极其俱奏 哎 就这么着 大清国第一位皇太子 就这么出炉了 当然 这也是大清国 最后的一位皇太子 那有人说不对吧 这嘉庆皇帝 不是也做过皇太子吗 嗨 那不一眨面 功夫就过去了吗 乾隆皇帝等退休 那哪是 要立皇太子啊 那直接呀 就是把皇位 传给这位阿哥了 后话不提 咱们接着聊这事 这太子也立了 这下消停了吧 谁想啊 康熙皇帝这个举动啊 不但得罪了满洲军功大臣 而且呀 在汉人大臣当中 也没买到好 咱们先说呀 这帮满洲的军功贵族们 这帮贵族们就想了 您为了咱们打赢这场平乱战争 早班的立太子啊 这事我们理解 不就是想让天下的汉人都看看 咱们满洲人也是华下一统吗 不过这一呢 是太早了吧 这应人刚两岁 连天花还没有出过 能立住为人都是一回事 啊 您早班的 把他就策立为太子 万一没两年早伤了 这不是拿国体 拿国家大事开玩笑吗 还有一点 让康熙皇帝始料未及的事 在战争时期啊 这些满洲权规大臣们 接受了康熙皇帝自立太子这件事 但是啊 一旦消停了 他们就得想啊 不对呀 我们原来这满洲人 这皇帝可都是选出来的 如今这事都是皇上一日拿主意 我们这地位可是大不如前了呀 得 这帮满洲人啊 一有这种想法算是坏了 您想啊 这皇太子应人以后的日子 能好的招吗 这帮大臣自然就想了 我们要是横点啊 那保不齐这太子就怂点 我们这可不是欺负太子 我们这不是给这广大的 军功贵族们争取利益吗 您瞧瞧这帮人 在康熙47年推选太子的时候啊 一律把宝压到了八爷印寺的身上 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这八爷印寺 素以宽人闻名 他们比较了半天呀 认为只有八爷印寺登基 才能更好的维系这帮满族 功勋贵族的权益 说完了这帮满洲大臣啊 咱们再说说那些汉臣 这书啊 要是念多了啊 那是好事 可是呢 他说的是现在 要搁过去那玩儿啊 那就保不起把人读傻喽 您就说康熙手底下这帮汉族大臣吗 他们要是宁起来呀 比村里按石楼种地的老农 还要宁三分 因为他们脑子里呀 都不是一根直线的金 他把那根金呢 是画圈的 他们的中心呢 就是孔孟儒学 所有的思维呀 全是按照这个圈转 他们呀 看不出这皇帝早班的立太子 已然是得罪了满洲的权贵 就在这会儿啊 他们还给皇帝上书呢 既然您呢 都按照咱们这华夏的礼仪啊 立了太子了 您就得呀 按照前朝的规矩 让这太子出阁读书 学习我们这儒家文化 以及治国的理念 其实呢 这出阁读书啊 就是让这太子啊 远离宫廷 把这心呢 不能放在皇家这个小家上 要放到天下这个大家上 可是这样一来啊 这康熙皇帝犹豫了 因为他也觉得 这样做步子 迈得是不是太快了呀 于是这康熙皇帝就决定啊 我们不出阁 我们自个儿啊 在家教 找老师教 自己来教 这康熙皇帝自己就说 朕于宫中欲教皇太子 尊尊以典学实敏 勤家提命 日习经书 朕误令背诵 赴亲为讲解 肃兴肖媚 未尝见绰 南书房大臣王世珍 这样评价 康熙皇帝对皇子的教育 是大夫之家 不及也 就这样啊 日交夜交 康熙皇帝在上书房 让自己挑选出来 这些满汉学士们啊 教了太子八年 可是即便这样 还是拦不住太子出阁 在众多汉族文臣的呼声当中啊 这皇太子终于出阁读书了 可是啊 这学问呢 已然在上书房交系好了 这皇上对这件事呢 又不得愿意 所以啊 也只能草草收场 于是 在这帮汉臣心里啊 也认为太子心里的这点学问呢 虽然扎实 但是他不是正统 不是汉家如道 天啊 聊到这儿 我想不用我说 您也会琢磨琢磨 这康熙皇帝早早八八的 就把这太子册立了 我想啊 这大概其不是件好事 今儿啊 天儿不早了 咱们把这话题啊 就搁在这儿 明天咱们继续聊 这九子夺敌 谁知过 我是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 您就关注 点赞 并转发 能跟我留言互动 那将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得嘞 您早歇着 咱们呀 明儿见